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爸一生病 咱家不就没药了 我听得头皮嗡嗡嗡 心火一瞬间直窜到四肢百孩 天知道 这时节生病的人有多少 只要跟感冒二次扯上关系的药 都变得非常难买 我能提前背上三合 还是脱了在医 聊 戏 捅的朋友帮忙 才好不容易得到的 当时考虑到老公周友德 经常外出跟人打交道 得病是迟早的事 两家老人年纪大了 万一急不进医院 还可以在家自救 把药带回娘家那天 我提前声明过 退烧药如今紧俏得很 有钱未必能及时弄得到 千万不要像之前那样 有啥好东西都拿出去跟人无私分享 这话是专门针对妈妈说的 她是那种为了别人一两句口头表扬 就恨不得把家底掏空的烂好人 我爸见我放心不下 就煞有皆是把退烧药藏到柜子 还招来我妈一记白眼 她满脸不高兴地咕弄 一点退烧药也值得你这么宝贝 真小气 我条件反射回击 有本事就趁现在没病没痛 赶紧通知你的麻将大子和宝贝小舅炖药 别出事了再哭天喊地求我 我妈不甘视若挺起胸膛 放心 我就是烧到四十度 也跪不到你面前 我妈那番气炎嚣张的话 仍历历在目 哪只天上披下的雷偏了两寸 落到爸爸身上 事已至此 做女儿的怎么可能真是袖手旁观 周有的一听岳父大人发高烧 赶紧起身换衣服 说开车陪我回去 我看外头天寒地冻 打了个浓浓的哈欠 你得留在家看女儿 待会送她上幼儿园 我先回去看看情况 解决不了再找你 她会一点头 不忘叮嘱一句 别跟丈母娘吵架 实在不行 先接岳父过来照顾 我心头一阵寒一阵暖 披了件厚厚的羽绒出门 一路上 我努力克制火气 但妈妈做过的不着调事情 跟放电影一样蹦到脑海 外人看来 她是热心善良的马大姐 哪家缺米少粮 都会跟耗子搬家似的 拆自家墙不及别人家 小时候 爷爷奶奶很疼我 过年买了很多新衣新鞋和礼物 可东西落到我手里 新鲜劲都没过去 我妈就自作主张送给朋友的孩子 她美名其约 人家喜欢你的东西 那时看得起你 反正你穿也穿过 玩也玩过 留这么多东西在家炖着干嘛 不如做个顺水人情 到最后 美名落到妈妈身上 谁不说她大方好客 可对孩子来说 从她手中夺走最珍视的玩具和漂亮裙子 无异于抢走整个世界 我把自己关到房间哭鼻子 饭不肯吃 绝不肯睡 最后 我爸买了同款东西来安慰 笑脸才重新爬到我的脸上 我妈看得直翻白眼嘲讽 这么小家子气 也不知是像了谁 抖了一身寒气进了家门 我二话不说 掏出体温计给我爸测量 我妈看了哎呦大叫 前两天让你给你大就买个体温计 不是说没货了吗 我就知道你肯定偷偷留着 都是一家人 不是多贵的东西 干嘛藏着掖着 我没好气地吼回去 我就知道 家里东西都让你当散彩童子一样散出去了 才特意带过来的 这是我女儿用的 瞧你的意思 是不是连亲外孙女都不配发烧了 我妈善善一笑 可架不住死鸭子嘴硬 大呼小叫干什么 一家人没必要计较那么多 我懒得理会 看我爸体温还有上升的迹象 连忙从包里掏出退烧药 麻溜倒了杯温水给他服下 一回头功夫 看见我妈在打电话 老弟 你儿媳退烧没 小娜带了一盒退烧药回来 待会我给你送过去 我一把夺过手机 怒声怒气按了挂断键 我妈急得嗷嗷叫 干啥呢 我在跟你小舅通电话 你知不知道这样很没礼貌 那你又知不知道 这盒药是我自家备用的 你送出去了 我和你女婿发烧怎么办 你们年轻 身体肯定不会棒 可你小就跟儿子儿媳急在一处 小的发烧老的跑不了 我这是为他们考虑 那你想过没有 你亲外孙女才四岁 要是他爸爸妈妈病死了 谁来照顾他 瞎说什么 不就是发个烧而已 哪里会死人 跟脑子糊涂的人说啥都没用 我深呼吸一口气平息怒火 想办法给我爸做物理降温 热火朝天忙了大半个早上 肚子饿得咕咕叫 也不见我妈来喊吃早饭 走出客厅 看见四下空荡荡 无名火池流燃起 不想说 这不着调的老太太 肯定是找麻将搭子们盖长城去了 再扫了一眼茶几 我来时装着退烧药的盒子 只剩下一刻 我眼前一黑 脑海里想象着我妈 把药拿到小舅面前炫耀的样子 见我爸烧得迷迷糊糊 我一下不知该做什么才好 幸好这时 周友的打车过来了 他把女儿送到幼儿园后 担心我这边骑冲突 干脆请半天假先安置好老丈人 我把心一横 收拾了我爸的衣物 让周友的把她弄上车 周友的眉心微醋 要不等上丈母娘一起 把她单独留在家里不好吧 没什么不好的 她游手游脚 并了还有闺蜜和亲弟弟照顾 周友的哭笑不得 不忘给半睡半醒的爸爸 盖上一条厚厚毯子 我们刚到家 我妈催命夺魂电话 马上就追了过来 怎么回事 家里一个人都没有 我冷冷笑道 你明知我爸感冒发烧 还一天到晚跑出去 也不怕把病毒带回家 让他病情加重 你爸没这么矫情 我看你士气我把药分给小舅 故意撂脸色 不错 那盒药是给我老公和女儿救命用的 你非要拿出去撑面子 我把话隔着了 家里的药已经没了 你要是发烧 也别来找我 我怎么生了你这个没良心的女儿 一盒药值多少钱 大不了我转给你 我啪地一声挂断电话 这是钱的问题吗 三十年来 我妈优先考虑的 钱是她该死的面子 未婚前 她是家里老大 有好东西要留给弟弟 工作后 她当上车间主任 最喜欢用吃的用的去笼络人心 等到退休 她当上广场舞大妈队的队长 就经常顺走 我给爸爸买的保健瓶 给姐妹分享 我妈要展现大方的一面 我没意见 但她不能老牺牲我和我爸 去补贴自己的好名声 我坐月子那会 刚巧小舅儿媳也要生孩子 可小舅儿子出差 不舍得花钱请保姆 我妈大手一挥 让我爸来家里照顾我 她偷偷拿走婆婆给我买的叶窝花椒 上门去伺候人家 过年到外头吃饭 偶遇的亲戚夸她仗义 她宁可丢下女儿 也要帮亲戚打忙 见别人把她夸得跟躲花似的 我妈二话不说 指挥女婿把对方的账给结了 点点滴滴的过往 说起来都是累 我爸在我家住了三天 高烧终于退了下去 她半点不舍得让我女儿靠近 生怕轻微一声咳嗽 就把病毒传染给孩子 女儿眼巴巴端了小板凳在门口坐着 两眼泪汪汪的喊 老爷 你快好起来陪我玩 我爸有气无力的应着说好 目光时刻瞄着 不让她偷偷溜到床边 我爸性子老实沉稳 做事情很细致 从前她照顾宝贝外孙女 连衣服袜子都是亲手洗的 我在心里唏嘘 亲手带了三年的孩子 感情果然不一般 想到这 我没忍住跟周友的吐槽 如果病的是我妈 女儿肯定不会心心念念 想着冲进房间 她不识礼貌地笑了笑 如果十月母躺在床上 肯定会招呼大火 轮着给她端茶地水 真是晚上不能说鬼 白天不能念人 刚提到我妈 马上我就接到了她的电话 梁亦 我发烧了 你赶紧送药过来 她煞有介事地嗨了两声 听起来不太自然 我没好气到 要没了 反正你身体好 自己硬扛着吧 你怎么说话的 是不是要眼睁睁看着你妈去死 才可以安心 那你想我怎么样 现在医院根本寄不进去 家里炖的药也不够 给我爸吃的退烧药 还是我去年拔牙时 意外剩下的小半盒布洛芬 我就知道你还藏了药 实在不计 先去你婆家把药拿回来不行吗 不提这话还好 一说又一肚子火 我婆婆本身就有基础病 她身子骨弱 要得时刻背着 你想都别想了 就知道你愿我没给你的孩子 可我不是派了你爸过去吗 看你婆婆 她才是一年到头 没抱过几次孩子 妈 做人要有良心 我和周友得住的房子 是我婆婆省吃剑用处的首付 你呢 当年我拿着存款想买房 不小心告诉了你 你就以帮我保管银行卡为由 把钱借给了小舅一家换大房子 这一借就是好多年 还的时候跟寄牙膏似的 等钱还清 房子早涨得没边没际 我妈非常不满老黄历的事 你怎么老拿出来说 反正我现在病着 不想我死就送药过来 周友得了解原委后哄我 算了 别跟岳母计较 出了事对谁都不好 可事情往往在意料之外翻车 到家一看 我妈根本没有发烧 她火急火燎催我拿药 只是想给她好闺蜜的女儿 我二话不说做事要走 我妈急忙在身后扎扎乎乎 你有药 拿点出来给别人分又怎么样 做人要善良点 别老那么自私 自私的定义是什么 我妈叙叙叨叨不停 说那个需要要的好闺蜜 以前送过我一条小裙子 让我真图报 我无语到极点 那条裙子是她闺蜜女儿不合身材丢过来的 后来那阿姨女儿要走我的布娃娃 漂亮发卡 我妈压根没经同意就送出去 我发火的点也不在于东西便宜还是贵 而是这东西是我拼命抢来守护自己真实之人的 要是这些要是我妈自己想办法弄到的 那她爱给谁就给谁 我半个字不会多言 那一刻 我深刻感受到世人讨厌圣母 不是因为她好心 而是因为她拿别人的东西去散发人性光辉 最终我把要从我妈手里抢走 二话不说摔门离开 没了我和我爸的约束 我妈因为过于热心上门照顾别人 终于感染中招 她吵着让我爸回家做饭 但体力没完全恢复的老人 实在没力气来会折腾 恰好我婆婆发病了 周有的满心焦虑过去照顾 女儿的幼儿园也停课了 天天待在家里 而我必须上班 就让我爸带着口罩在家做饭 见没一个人回去照料她 我妈气得在家族群大骂 说我们打算让她死在家里 我噼里啪啦打字回对 在家人有需要的时候你不出现 等自己火烧眉毛 就别怪人家不肯扑过来救你 再说了 你不是号称朋友满天下的吗 可以请他们来帮你 那一刻 隔着屏幕 仿佛能感受到我妈情绪低落 她有气无力发来一段语音 你小舅认为保命的紧 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还有阿姨们个个都说咳嗽 叫我保重 我对她的无效辩解视而不见 那你之前送药给他们 现在收回一点本没 这话不知怎么刺激了妈妈的神经 她的语气多了几分恼怒 你怎么还在计较这些小钱 要是别人能买得到 我用开口来求你吗 对牛弹琴 累得永远是执拗的傻瓜 何况 别人买不到药 也不是把风险加接到我身上的理由 熬了两天 无人照顾的妈妈病情加重 整个人形容憔悴 周有的好不容易托朋友弄了个床位 急急把她塞了进去 病情刚好转一点 我妈夹掉电话有气无力地问我 能不能给她朋友也安排一个床位 周有的苦笑 求爷爷告奶奶才腾出来的位置 哪里能说有就有 我直接往她心里扎刀子 你知道为什么会有空床位吗 有个跟你差不多年龄的老太太 亲人太晚耽误病情 前两天走了 这句话把我妈吓得脸色铁青 我毫不客气地补了一句 如果你不怕死的话 把自己躺的这张床让出去呗 思索片刻 她拉高被子躲起来打电话 闷不透气地被入隐约中传出 实在是没床位了 没办法帮忙之类的歉意话术 看着龟缩成一团的老母亲 我在心里冷笑 看吧 人的本性就是自私二自 平时在怎么宣扬自己善良大方的人 轮到真正要瓜分切身利益时 也会耸得前怕狼后怕虎 就像这天地下 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割肉未应的神佛 自诩真善美的人 只不过是可以康他人之开 才给的那么尽兴 看我妈躲在被子不出来 我索性请了护工 拉上周有的离开 有些亲人谈善养可以 谈感情是浪费真心 满嘴仁义道德 却一直牺牲亲人利益的人 不配得到最贴心的照顾 更没资格道得绑架儿女 只为给自己换来好名声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